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Harley 欢迎来到Harleywood 上周我们聊了做演员的第一步 如何走出第一步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那就是当你终于鼓起勇气 踏出了第一步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其实下一步就比较残酷了 你当你走出了第一步 你开始有机会去演那么一个两个 结果你发现 做演员根本养不活自己 哎呀 那怎么办呢 那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对不对 你突然要为吃饭 交房租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一些消费 去担心 我这演戏 我虽然在演 哎呀 感觉也蛮开心 但是一个月下来 估计我只拿到了几百块钱 或者说是 就连你的房租都付不起 那怎么办呢 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 我就说哪怕你不是刚开始 哪怕是你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 可能演员这个工作的话 在你没有成名 或者说是获得一定的机会的时候 那你的收入也是很不稳定的 有时候可能你可以拿到 哎 不错啊 戏也连续都有戏 但是呢 当你也不是工会的演员 然后你的演戏的水平 也还有待提高的时候 可能你的收入真的是 很可怜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你千万不要硬着头皮 我要全身心 我要全部的投入 我要纯粹的做演员 我要做艺术 我不要干其他的工作 我不要做那些 跟艺术没有关系 跟我表演没有关系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有点太过就是 局限了 其实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表演和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的一个机会 那同时你的工作呢 是可以给你带来经济收入的 其实在美国 你只要不懒 你愿意干的话 你是可以 很好的养活自己的 反而是演员 在开始的时候 是很难养活自己的 说实话 因为演员你看 有时候是 甚至你为了争取一个机会 你甚至不拿钱 或者说就这个 这个剧组就根本就没有钱配你 那你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我要去演 那所以你可能有时候是没有收入的 那有收入的情况下 一般就比如说 100块 150块 200块 300块 可能已经开始就还不错了 但在200以内的话 你可能就是 你因为你不能保证 每一天都有拍戏嘛 所以你算下来 你一个月还是很艰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演员的最低的工资 或者说是你刚起步的时候 一个基础的话 你是根本达不到 连一个蓝领 或者说任何一个工作的最低工资 都比你的多 就包括是工会的演员的最低工资 那也才200多 是吧 200几 那也不多 你工作10个小时 算一下你还是只有 那个 20块钱 一个小时也不高 但如果你去开开Uber 或者说是 做一下餐厅啊 或者干嘛 有些小费嘛 那你可能 一个小时 20几块 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的话 我觉得就说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你都得有一个day job 就是为了生存而去做的工作 但我觉得这个工作 并不会影响你将来的表演 和你的发展 因为我们都知道 电影电视 这些影视艺术的作品 都来源于生活 如果你是一直在 所谓的纯粹的追求艺术的话 你不去体验生活 你不去接触社会上的 形形色色的人的话 那你对这些人物 你是很难去体会的 假如说你拿到了一个 餐厅服务员的角色的话 那你又没有体验过这种生活 或没有足够的社会经历的话 那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和这种表现 你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份工作 能够接触到 形形色色 各种人 但是这个工作相对灵活 它不会占用你 就是需要你付出 特别长特别长的时间 比如说你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或者说甚至是更短一点 哪怕我一天收入少一点 但是我还一定要保持你的 长期的目标 就是你要做演员 你要在演 你要在演艺的这个事业上 走得更远 那你一定不要忘了 我一定得有一个比较灵活的工作 比如说是你可以坐司机 开Uber 或者送餐 这些工作都相对来说 比较灵活 然后同时收入也不错 的这样的工作 而且不需要你花太多的精力 但是你又能接触到很多人 坐你的车的客人的话 那一定是形形色色 各种性格 各种肤色 各种情况 有些是刚刚在家里吵完架 然后坐你的车 有些刚喝完酒 坐你的车 有些刚刚失恋 坐你的车 有些刚刚结婚 坐你的车 有些刚刚去上第一个班 拿到第一份工作 坐你的车 都有可能 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你最好是能够去跟他们交流 去跟他们交谈 你可以获得很多 这种生活的体验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 语言上你也可以锻炼 然后服务员的话 餐厅的服务员也是一样 你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 每一天来的客人都不一样 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聊天 你也可以观察 我的话其实就来讲吧 我也挺喜欢观察人的 比如说以前在国内 经常坐公交车 那车上我特别喜欢观察 那些乘客 看到各种小孩 大人 小孩跟父母的这种关系 有时候看到 一些很动容 很感人的事情 就是说你一种感觉 甚至我也会想象 将来我成了一个父亲 我带着孩子去坐车 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然后会怎么照顾他 会怎么去 就跟他说话之类的 你去体会 你去想象他的背景 就是这个人物的各种可能性 就特别有意思 你很容易就去 潜移默化的 就融入到了你的体内 然后最后你有朝一日 去演这些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肯定会有帮助 所以我就说 当你踏出了第一步 然后进入到第二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就演戏是我喜爱的 是我长远的目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养活自己 我要有一个工作 但这个工作 一定是给我带来 更多的生活体验的 和能够维持我的生活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持续 我有个导演朋友 他是电影学院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呢 他就非常清晰他的路线 就是我要去找一份工作 但这个工作是 一定不是我的生活和时间的所有 我会有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 有那么三个四个五个小时 是我能够放在我的电影的创作 方面去的 但我不一定是去onset 但是我一定有这个时间 然后工作维持我的生活 这样的话 就是他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同时他的工作 又给他带来了很多生活的一些 创作的一些元素和素材 那我呢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非常抱怨 就是觉得啊 我做 我为什么开一个快递店 就是其实做一个老板的话 小老板的话 经营也不是特别容易 你也还是得花很多精力去在上面 然后有时候生意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沮丧 觉得这个工作对我的爱好又没有帮助 那我是不是要放弃它 我曾经很多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还是我那些朋友 那些导演朋友 就不断的跟我说 你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你的状态非常好了 你的工作 你的小事业能够继续维持 然后能够支持支撑你的家庭 然后你又还有一些空余的时间 去做你喜爱的事情 已经非常好的状态了 后来我这么一想 其实也真的是 就是如果我 我每天还要就是 为这个生活太过去奔波的话 那可能我的这个 这个我的兴趣也会很难去坚持 所以的话你得去找一个 就是比较灵活的工作 但是就别忘了你的理想 在我的店里的话 我也是能够接触到很多 形形色色的客人 然后从他们的言谈啊 举止啊 他们的行为啊 当中跟他们的聊天当中呢 我也能体会到很多不同性格 不同人的想法和他的行为 这个也多多少少会在我的表演的 这些方面会有一些帮助 这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当你经历了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 艰难坎坷之后呢 你的作品渐渐的就会跟一些真实的 一些观众和所有的人建立一种联系 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 就你看周星驰的很多电影 其实他有些也是天马行空 觉得就说无厘头 就好像你是不太可能的 甚至有些很理想的东西 但是他都是发生在一个 特别普通 特别底层的一个小人物身上 因为这个人 他跟所有的观众都有一些共鸣 可能你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体会 才会把你带进去 然后他所做的事情 渐渐的你可以去变得是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我今天说的也比较乱 没有特别清晰的条理 但总体来说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想做演员 你走到第二步已经开始走了 你会发现有一些困难 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这个困难就是你要先养活自己 那假如说演戏养不活你自己的话 暂时你要有一个工作 你找一份工作并不会影响你的理想 因为这个工作可能带给你非常多的这种人生的体验 就像我的这个节目的slogan一样 梦想现实和感悟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如果大家对我说的某一些方面有一些补充的话 也欢迎你给我留言 然后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也请纠正 然后如果你想听哪些方面的话 我也可以那个就是看看大家的想法 所以关于做演员方面的话题的话 我会想到哪里跟大家交流到哪里 然后同时中间呢 我也想去穿插一些我以前的一些经历 比如说我在印度 我在印度所看到的东西 我在印度所交到的朋友 所去过的地方 包括印度的电影方面 我都可以聊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哪些最有兴趣 我可以先拿出来聊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拜拜